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雷师傅书 这期其实我特别不容易 为了给你们拍一辆还没有上市的新车 冒着炎炎的烈热在这里挥洒我的汗水 我相信你们肯定想知道那辆车是什么 对不对 它就是我旁边的这辆长安第二代CS55 Plus 其实这辆车它在没有发布之前 就已经为自己圈本不数 确实它的改变非常的大 此次试驾我会给大家分为两个部分来讲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静态体验 带你们再回顾一下这款车的改变 第二点就是关乎这辆车驾驶层面的一些东西 好话不多说 我们先从静态测评开始 从前脸看 其实第二代长安CS55 它的前脸和现在长安的UNI家族非常的相似 比如说整个前脸的这个造型和UNI-T UNI-T都是非常相似的 同时这辆车也是长安CS家族首款 运用到这个家族前脸的车型 其次就是这个大灯 它的大灯我觉得相比于现款在售车型来说 整个这种犀利程度 或者说是这种凸显的力量感和运动感 我觉得要更强一点 接着咱说车身尺寸 这辆长安第二代CS5 Plus的车身尺寸为 4515 1865 1680毫米 轴距是2656毫米 相比现款在售车型呢 它的车身长度是增加了15毫米 车身宽度增加了5毫米 车身高度呢降低了10毫米 轴距呢增加了6毫米 好车尾呢我给你们讲两个点 第一就是它的这个尾翼的造型和现款在售车型是不一样的 这个尾翼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动感 然后同时呢中间两个高位刹车灯啊 这个夜晚点亮的这种辨识度也是非常的高 第二点呢还是灯 它把现款在售车型的贯穿式尾灯换成了这种 传统的这种分体式尾灯啊 这种尾灯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看的 同时呢它还做了这种虚非的处理 好了我们现在坐进了第二代CS55 Plus的车内 之前在上海车厂我在对这辆车静态体验的时候我就说过 它的内饰整体的氛围和这些屏幕啊 看上去特别像一个精装的样本间啊 如果说现款在售车型是一个简装房 那么这一款第二代CS55 Plus它整个内饰氛围 那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样本间 它的仪表盘相比于我们传统汽车的仪表盘呢 是更向后靠了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不管你的座椅怎么调 然后你的整个视线在保持与路面平行的情况下 都可以看到这个仪表盘上显示的信息 有一点就是与我的驾驶座就比较低矮的这个驾驶座 然后方向盘也拉的比较低的情况下 它的方向盘上显呢会阻挡仪表盘的一些显示啊 这个方向盘它的整个造型呢 就类似于一种赛车方向盘的这种感觉啊 感觉是到位了 然后我个人感觉它也有一些像 把戏车的那个方向盘的设计 反正你整体摸上呢 它整个三九点的这个位置和握感整体是比较好的 然后方向盘盘幅也比较小 然后你在开车或者说在稍微偏激了驾驶一点的时候 这个方向盘也算是可以得心应手吧 同时它方向盘中间也有一个人脸识别功能 这个人脸识别功能 刚才工程师给我们演示了 就是它可以在你双手忙碌的时候啊 然后你只需要踩下这个刹车 它这辆车就可以自动启用了 中间呢 这辆第二代CS5 Plus呢 它给了我们一块12.3英寸的屏幕啊 这块屏幕呢 肯定也是集成了 比如说小安你好啊等等等一系列的车辆网功能啊 包括你车辆的所有设置 也可以在这个车机里面去完成啊 然后但是我觉得 就是它车辆的这个设置的 这个菜单有些繁琐 这辆车 它的中控台的下面这些区域 它给你保留了空调的实体按键 然后空调的下面呢 它这边是无线充电电板 然后这边是一个储物格 这个储物格 我想详细说一下 因为呢之前开过Unity啊 那个Unity的它的中控的这里也是 呃左边是充电板 右边是储物格 两边的侧颜比较浅 所以你在机车驾驶的时候 它的你这上面放的所有的东西 都会随着你每次打方向往外飞啊 这个第二代CS5PLUS 它把这个中控的这个充电面板 旁边的这个侧颜做的相对比较深 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 你无论你在机车驾驶的时候 还是呃在山路开的时候 它都里面的东西可能会 左摇右晃 但是它也不至于飞出来 整个中控区域 我看到了Unity的影响 比如说六边形的背架的设计 再比如说驾驶模式调节的这个旋钮 和Unity是一模一样的 这辆CS55PLUS呢 它的座椅材质啊 是专入软的 它整个座椅的造型是类似于一个赛车桶椅 但是呢 它又没有像 比如说像Vicaro啊 那些座椅一样 把你包的特别的紧 反而是它侧翼会给你提供一定的这种支撑 但是由于侧翼比较软 你整个坐进来呢 你就感觉整个座椅是一个偏舒适性的这么一个座椅 刚才已经说过 这辆第二代长安CS55PLUS的 它的车身长度是比现款再售车型长了15毫米 轴距呢是长了6毫米 那实际的乘坐体验怎么样呢 其实我觉得和老款相比啊 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它仅仅只有一点点改变 就是可能你视觉上看上去 它可能会要相比于现款再售车型啊 空间方面要 虚摸大那么一点点啊 然后动力方面 第二代长安CS55PLUS搭载 蓝金NE的1.5T温轮自家发动机 最大进攻率138千瓦 匹配的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 官方给出的数据呢 是这台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为5.9升 整体呢这台发动机的油耗要比上一代发动机的油耗呢 降低了4%啊 比上一代的最大进攻率呢提升了8% 其实我相信我说到这里肯定有很多人会疑惑 为什么长安这台发动机就是官方对外的数据是最大进攻率 那么我给大家解释也吧 就是一台发动机最大总攻率的测试是要带上发动机的负架 比如说涡轮啊水泵等等这些负架 去测出来它机头的这个总攻率 但是如果说你要测这台发动机最大进攻率 它除了要带上发动机周围的那些东西之外 还要带上比如说啊空缘 比如说额克力捕捉器 再比如说那个排气管的消音器啊 等等这一些东西全部算了之后 算出来的是最大进攻率 其实那我刚才我们也是在这个重庆的西部汽车试验场呢 测了大半天这个车 我们先说一下零百公里加速的数据吧 这辆车以当前重庆三十六度的环境下 这辆车的零到一百公里加速成绩是我踩出来的啊 是8.4秒啊 当然据说有更快的8.3秒 因为他们现在官方是没有公布这台车的零百加速的啊 其次呢 它的刹车成绩就零到一百公里制动的这个成绩 我测出来好像是39.38米啊 这个成绩呢 我觉得相比实下可能就有些普通了 如果说还能把这个这套邓陆普的轮台换一套米其林的PS4 或者说是马牌的MC6啊 就是更偏向干地抓地的这么轮胎 我相信它的刹车成绩肯定是会更好 其实你在日常驾驶中 这辆车整体的动力表现我觉得还算是够用 只不过我在测试它零百的过程中啊 它都会在每次换挡的时候 你就感觉涡轮在掉压就是怎么理解呢 就是你感觉每次它在换挡的过程中就感觉这个车好像泄了力一样就没有劲儿 第二呢 你们如果想用这辆车就是这辆第二代CS5 Plus想用它去体验这种零百公里加速的这种快感 那么我建议你们先不要把ESP关了 因为我刚才帮你们测试了一下 我把ESP关闭之后 地板油到底这个车前轮非常非常的滑 这台变速箱整体的平顺性我觉得是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啊 至少我觉得相比于之前我开过的那台UMET 这台变速箱的平顺性 或者说是它整个给你的这种凝造出来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要更好的 这台第二代CS5 Plus它这台变速箱我觉得匹配的好 是因为你日常驾驶的时候 它变速箱会把转速给你维持在1600到1700左右 即便是你像我现在地板油到底啊 它也不会很窜的直接把这个发动机转速给你往上拉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也是确保它平顺性的原因之一 然后再来说一下转向手感 其实它整个转向手感你可以看到 长安的车就是转向手感一向是我觉得比较舒服的 不管是从之前的异动还是CS75 Plus 还是我之前去试驾过的那个搭载48伏轻混的CS55 然后他们给我的感觉其实他们整个转向手感都是做的比较细腻的 这一点是我比较喜欢长安的地方 再来说说底盘了 底盘方面我觉得这个车就像我们刚刚在过那种连续的那种碎石路段 包括那种连续震动路段的时候 这辆车的整个底盘营造出来的那种高级感 我觉得确实是要比现款车车型要好一点 就这辆车的隔音 我们刚才在这个西部试验场 跑了一下高速啊 感受了一把这个车高速的隔音 可以说它在90公里80公里以下的时候 它的A柱基本上听到什么风噪 然后哪怕你加速到110公里左右去巡航的时候 它这个A柱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安静的 总结一下这款车吧 其实第二代CS5 Plus呢 这个车还是有很多优点啊 内饰的氛围确实比现款在售车型呢 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啊 其次动力方面啊 确实这台1.5T的发动机啊 然后最快我们今天测得的那个百公里 我测的是8.4秒 这个成绩对于这款家用车来说 其实已经算不错了 然后其次就是双离 它的这台双离车奔走箱 我个人认为也是调的算是比较好的吧 有一点啊 我必须要吐槽 就是它的这个屏幕啊 就是在太阳光比较烈的情况下 它会反光 然后导致你会看不到这种 有些应用的显示 再比如 就是如果说你的手上可能出了点汗 粘糊的话 你去触控它 这个屏幕会成为一个指纹收集器 当然这款车 它目前是没有公布售价 我们不妨也来猜一猜这款车 它最终上市之后的售价或是多少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的雷首说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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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